另外一个就是修道院 修道院是整个基督教的耻辱 但这种耻辱不仅仅是天主教的耻辱 我可以说所有的四大宗派共享了这种耻辱 表面上五百年前宗教改革 好像修道院的制度被结束了实际上不然 我们告别了修道院的形式 但实际上我们继承了修道院的精神 正如我们告别了教皇制的这种偶像 那实际上千千万万个小教皇出现了 一样 修道院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跟世界隔离 我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要关世界上的事 我们要潜心修行 不管修行什么 修行主要两种 一种修炼神功 另外一个就是我操练我的肉体 鸡犬随时准备升天 这跟基督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在圣经当中能够找到修道院吗 而且雅各明确的说 让你的修道院见鬼去吧 你来跟从我 去天间 去村庄 修什么道 修什么院 保罗见过修道院吗 彼得见过修道院吗 保罗天天基本上都在监狱里 不在监狱里 就在犹太会堂里 真是难以置信 但是这个修道院怎么来的 就是异教的影响 那么多字幕发现了